JCConf 2018 精彩議程 由Soft Leader 松林科技 保險核心系統 領導廠商 Oth 號召各路頂尖人才 攜手放眼亞太 LINE 拉近你我的距離 贊助為您播出 OK 好 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這個Session 那 首先開始之前 我大概講一下今天會講的內容 這個就是dive into Kotlin's Coroutine 其實今天講就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什麼是Coroutine 然後我相信今天很多Session都講Coroutine 可能你們也知道什麼是Coroutine 然後會講一下到底Kotlin的Coroutine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然後最後我會講一下Kotlin 到底它裡面怎麼實作Coroutine這個功能 會介紹給大家 OK 那我現在可能下午可能大家有點想睡 如果等一下後面有很多城市的部分 如果我會盡量講得生動活潑 那如果你想睡的時候 趕快舉手來發問一下 就不會想睡覺了 好 OK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汪詠欣 那我在日本的藝名叫做Feddy Wang 那我現在在京都 那裡京都的開發室 當Engineer 然後呢 我以前其實都不知道我的名字是 是菜市場名 自從我去了京都之後 我發現京都竟然有一個寺廟 也叫做永新寺 我就覺得 靠 為什麼這個名字怎麼在日本也有出現 所以我特地背景還把它弄一下 永新寺 OK 那我們一開始 就大家想一下 到底Coroutine是什麼 那現場的人有沒有知道 到底什麼是Coroutine 知道的可以舉一下手 OK 那你好 那你說一下什麼是Coroutine Live with 3 OK 所以你覺得Coroutine是一個Live with 3 OK 好 那我們 其實講得也沒有錯 那我們看一下Wiki上面的定義是什麼 Wiki上面的對Coroutine的定義 它就是一個 Computer Program Component 然後呢 它會有一個就是 Non-pimptive multi-texting Non-pimptive中文要是什麼 非先戰式多工的subroutines 然後呢 還有另外一個特性是 可以允許你有multiple entry point 所以符合這樣的特性的 其實就可以稱作Coroutine 那一開始講這個 為什麼要提這個呢 因為其實Cotlin Coroutine的設計跟它這個定義 有一定的關係 OK 好 相信這樣大家應該對Coroutine 有一點了解 那大家覺得Coroutine這個技術 是新技術嗎 大家都覺得不是 那會覺得它到底有多老 大家可以想一下 你就會覺得Coroutine的這個技術 到底有多老 所以大家想個數字啊 好 都沒人知道了 好 揭曉答案 Coroutine 我相信第一篇提到Coroutine的是 1963年的一篇paper 1963年 你看 五十五年前 然後我相信 在座應該沒有人55歲以上吧 就是在我們出生之前 其實就已經有paper提到 Coroutine這東西了 那這個paper我還特地去找來看一下 它是講一個什麼 Cobo compiler裡面的一些設計 OK 所以它其實不是一個新的技術 但是最近很熱門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 那 畢竟它不是新的技術 其實很多語言上面 其實已經開始supportCoroutine了 那首先第一個一定就是Cotlin 就今天的主角 然後呢 Python3裡面 在3.4之後吧 它語法上也支持Coroutine了 然後再來是Go Go的GoRoutine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 Coroutine的概念 當然Go裡面怎麼實作的 其實我不確定啦 但是它的概念上 基本上應該跟Coroutine是差不多的 那甚至像C-sharp 其實也有這樣支援 那其實還有很多語言啦 如果你從Wiki上看 你會看到一大堆 你甚至聽都沒聽過的 然後呢 那如果你語言上沒有 沒有直接支援的話 那其實像C-pass-pass 還有Library 它boost裡面也有Coroutine的support 那甚至像Java Java也有一些Coroutine的support 好那 Coroutine 常常就是之前有一些朋友問我 到底Coroutine啊 是不是跟 所以 之間到底有一些什麼關係 那其實也一直參詳不透 然後也常常會聽到人家說什麼 Asynchronize跟Perole 到底它的關聯性是什麼 其實有時候會有點好像 是懂非懂的感覺 那我今天用一張圖解釋給大家看 大家有沒有玩過這個遊戲 Overcook 如果有玩過的話可以舉一下手 哇 這麼多人都玩過Overcook 很好很好 那Overcook 當時我在玩的時候我就發現說 哇靠 這個根本就是拿來解釋Coroutine最棒的教材 為什麼呢 第一個好 如果我們講Multi 3 那3的話在Overcook裡面有什麼 就是你的控制的角色 那你可能Overcook就都四個人嘛 你就想說你可能是一個四核心的CPU 然後有四個CPU從此在跑 那假設說你今天程式寫得很好 那就是每一個CPU 那就是你的那個每個食物啊 就是一個方選 那如果你今天你這個Multi 3 程式寫得很好的話 你就是一個角色會去做一個食物 然後不會互相搗亂 但是呢 我相信大家實際上玩的時候應該都知道 就是你在 你可能在做某個食物的時候 就有你旁邊來給你搗亂一下 可能把你切好的肉把你丟掉啊 然後會把什麼 在煎的東西要忽然燒焦了 就是我們常常Multi 3 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你同步之間沒有做好的時候 你可能就程式就會爛掉 那Core routine在這裡面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你每個食物裡面 那個一小步驟 比方說我今天做一個 就是熱狗餅 那我要做 熱狗餅要做什麼 第一個要做餅皮 然後第二個我要拿米出來 然後去煮米 那如果你今天呢 然後那這時候講到非同步 什麼是非同步 就是如果你在煮米的時候 你如果要等米煮完 然後你再去 再去煎香 再去切香菇 煎香菇 那這叫做同步 那如果你在煮米的時候呢 在煮的同時 你在等米煮好之前 然後你去切香菇 那這個叫做非同步 因為其實同時間內就是可以做 算是等上一個工作結束之前 你可以去做下一個事情 那這種叫非同步 那Core routine其實就是說 你可以就是把這些小小 就是這個食物裡面的一些小任務 切開來 那這叫做Core routine 對啊 那我相信大家有玩過 Overcooked的話 應該就會覺得 欸 有一點感覺了 好 那 講到Core routine的話就是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Fiber的東西 那也是一種輕量級的水 那基本上 它的 我這邊整理一下就是你的Core routine 跟Fiber 跟你的Corel Thet 它到底它之間差異性是什麼 那Fiber基本上 其實跟Core routine 概念上是一樣 但是 根據Fiber的定義的話 它會有一個scheduler 會去幫你去排成 排成你的那個Fiber 但是 Core routine的話本身 它的實作上 並不會考慮 排成scheduler這件事情 scheduler就變成自己 呼叫的時候 自己會去做的 OK 好 那我今天大概 對Core routine的介紹 就先到這邊 我相信應該 大家應該開始有一點感覺了 嗯 怎麼好像 不是 不是很有感覺 好 沒關係 再停下去 就慢慢有感覺了 好 那 接下來要講到 到底Core routine的Core routine 是什麼東西 那現在 在台灣大家都很喜歡你的手 先講結論 Core routine的 Core routine的結論就是 它希望把你的 你的Synchronize 你的Synchronize 你的Synchronize的操作 寫成很像Synchronize的方式 這是它的設計的目的啦 OK 好 那 我們一般寫程式的話 假設說我們今天我們要寫一個 Twitter的功能 就是發Twitter的功能 那有可能我們會 會要做幾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會先去跟 Server要一個Token回來 然後要到Token之後 我們會create一個Tweet出來 然後再把這個Tweet 然後再丟給Server 那如果我們以同步的方式寫的話呢 就會寫起來像這樣子 就今天我要發一個Twitter 我第一個動作就是先去 要Token 然後要完Token回來之後呢 然後我們就去建立這個Tweet出來 就一步一步接下來做 那 這個方式當然是 邏輯上就是比較好懂嘛 那缺點就是它可能 就是Performance就不是那麼好 因為卡在要等 放一些 你的Request Token 跟Server要的時候等它的那個 Return的時間 然後就會覺得說 那我應該改成 非同步的方式去做 然後就會改寫說 我就是一樣去要Token 但是我是用非同步的方式去要 然後要完之後就是 給一個callback的方式 就我這件事做完之後 我要做的下一步是什麼 然後寫起來就會像這樣子 然後各位看到這邊 就會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有一個俗稱的callback hell 就會跑出來了 就是如果當你今天 你的步驟很多的時候 那你這個就會長得非常醜 對啊 我相信 就是如果各位做寫JavaScript的話 可能常常會寫出類似這樣子的call 對 這也是為什麼 有些人不喜歡JavaScript的原因 好 那最近又很流行 大家又有人就是reactive programming reactive programming又開始 最近也蠻流行起來的 那就很多人就是把這種 非同步的方式改成 用reactive的方式做 那寫起來其實 看起來是有比較乾淨緊結一點 但是它有一個問題就是 基本上它對新手來說 它可能不夠直覺 就如果你對這個reactive 這個你用的library 如果不熟悉的話 那你可能一開始使用上 你可能不知道說 到底什麼subscribe on 跟subscribe 跟observe on之間 然後還有什麼flat 什麼zip 一些操作上 到底它是幹嘛用的 其實很容易會搞不清楚 而且尤其在debug的時候 你一定會說幹這是誰設計的 對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這些經驗 尤其iOS上的尤其 對啊 一些swift rxswift就是 對啊 建議如果大家用swift的話 可能少用rx比較好 然後呢 culting 它到底culting怎麼設計 反而是它設計一個新的語法 suspend 一個keyword 然後有這個keyword 它就是把每一個 你的非同步的function 然後再上一個suspend keyword 然後那你的改寫就會變成寫成像這樣子 就邏輯上也變成 跟剛剛原來那個同步方式其實比較簡單 但是它包在一個 它包在一個lunch的scope裡面 那這個lunch它其實本身是一個 就是coloutine library裡面提供的一個coloutine builder 所以把它把這個 把裡面的那些suspend function包在這個builder裡面 就把它分成你各個的coloutine 然後執行起來上去變成 看起來就比較直覺 就至少你如果不懂coloutine的人 你可能看到這個邏輯 其實對你來說可能就比較容易清楚了解 OK 那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些例子 那這也是有一個例子說 假如我們今天不用coloutine 我們用multi3來做的話 那我們這個simple是假設我們今天做一個server 我們想要同時處理一萬個connection 然後每個connection可能會耗時一秒鐘的情形 簡單的模擬的話 那這時候也許可以寫成這樣說 我每個connection進來我就產生一個3 然後花一秒鐘處理 那這時候大家想一下說 如果這段程式的話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有沒有人知道會有什麼問題 就是那種著名的C10K的問題 應該大家如果是做backend應該會 應該多少都會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有人知道嗎 都沒有人知道會有什麼問題 真的假的啦 怎麼可能會這樣 大家是拿到做enjoy的嗎 我不相信 真的沒人知道 好吧 那就是它可能會有 off memory的問題 但是呢 因為我這邊寫may have 就代表說這件事不一定存在 為什麼不一定存在 因為你在liners上或在mac上 一定百分之百會發生 但是大家鄙視的windows上 它可以跑完全沒問題 對 大家一定會覺得非常驚訝 一定覺得不相信對不對 對不對 我當時我也不知道 就是喂 因為我在家是用PC 就我在那邊改 就是在寫example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 奇怪為什麼在windows上跑起來 怎麼結果 跟我想的不一樣 然後還發現說 既然在windows上 這段程式竟然完全沒有問題 可以順順地跑完 所以說大家 鄙視的windows不要真的 就它其實有些地方做得還不錯 所以大家不要 那選到windows就覺得它做得不好 對 至少在這方面 是做得還不錯的 好 那如果這樣子我們用call routine的話 其實我們就把剛剛那個say的部分 然後還有sleep的部分 去改成delay 跟我們的call routine沒有launch 那這樣子的話它跑完 基本上你在任何一個平台上 都不會有問題 而且performance很好 基本上這段程式嘛 應該一秒多之內就可以全部跑完 但是剛剛前一個這個 前一個這個的話 可能在mac上可能會跑個兩三秒 然後你可能有大概有一半的 有一半的 alph memory的error出來 OK 好 那demo demo的話可能先跳過 如果等一下後面 我怕後面會沒有時間 那後面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我們再回來看剛剛那個demo 證明給大家看 對 不過是mac啦 所以沒辦法證明給大家 看windows上的結果 就可能到時候你們sauce code 抓回去自己windows上試一下 對 我真的沒有苦難 OK好 那我現在再講Cortling 它到底怎麼設計call routine 這一塊的 那 你知道Cortling Cortling它在call routine的support上面呢 它有分三塊 那第一塊就是你的language上的support 就像剛剛講的 它會有加一個suspend的一個keyword 然後另外呢 它在它的standard library裡面 有設計一些很核心的API 非常非常核心 就其實很少 然後主要的話它有一個設計 另外就是比較high level的API 它是包在CortlingX裡面 它不是屬於Cortling原生的standard library裡面 那我今天講的部分其實就只有講前面兩個 就講語言的部分跟它的standard library的部分 那因為它那個high levelAPI裡面包的實在包太多了 沒有辦法在一個session裡面講完 而且我也沒有那麼多時間看完它說suscode 因為它有的寫的有點複雜 OK 那我今天主要會配上Cortling1.2 那因為最近Cortling1.3快要release了 然後它在call routine這部分其實在內部 有一些就是內部的implement上 就是一些什麼class name名稱啊 然後interface其實有做一些改動 然後呢我會發現我在頭影片做到一半的時候 發現說看我怎麼改那麼多 想說啊算了我只能先講1.2好了 我們沒有時間下去看1.3改了什麼 好那到底要怎麼用這個call routine 在call routine裡面到底要怎麼用call routine 那首先就是我們要定義什麼是suspend suspension functions 那在call routine裡面你可以用三種方式 宣告你的suspend function 第一個就是你宣告一個suspend function 這第一個方式就是最簡單的 第二個方式是你宣告一個function 但是你的參數是一個suspend lambda 大家對lambda知道什麼是lambda嗎 好像有些人知道好像有些人不知道 OK好 lambda就是一個參數它的參數是一個function 簡單講是這樣 然後呢第三個的話是counter 就是一個算counter比較特別的語法 就是你的suspend function 也可以是一個extension 那在counter裡面它叫做lambda receiver 就是說你這個lambda其實是某一個class的extension function OK OK嗎 嗯好像不是很OK 好沒關係 好那接下來我就要講到底call routine是怎麼去實作這個suspend這個keyword 大家可以可以開始想一下它什麼做 其實它其實沒什麼就是一些compiler上去做一些處理 為什麼呢 因為call routine它要相容百分之百相容java 所以要配上jvn 所以它必須要產生出來的call 是你在jvn上是可以運作的 所以勢必來說你要增加新的語法 你compiler是必要做一些特別的處理 OK 好那compiler會做什麼呢 那第一個就是當你宣告一個suspend function的時候 或者說你用一個call routine builder 建整個call routine的scope的時候 compiler會去開始判斷說到底哪些點會是你的suspend point 那第一個的話一定就是你這個function的進入點到你第一個 就是你可能你的suspend function裡面可能還會有 裡面還有一個suspend function 就是你的function的進入點到第一個suspend function的點 到這一段會是第一個entry point OK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從第一個suspend function到第二個suspend function 好這樣沒有問題 反正最後就是從最後一個suspend function到這個function的最後的結尾 所以原理知道它的suspend function應該就是你這個scope裡面有的 就是有的sub的suspend function的個數再加1 然後會有這麼多的suspend point 然後這個suspend point就代表說會有不同的state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說的話 就是你的call routine裡面會有四種state OK 好那接下來可能就會開始比較多程式碼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能想專心聽一下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其實可以舉手發問 好那compiler還會做什麼事呢 它會把你定義suspend function 它會去改它的function的signature 就如果以剛剛的例子來說 我們宣告一個 跳回前面 我們宣告一個suspend function 然後它的回傳值是int的話 好然後compiler它會就會把你的這個function裡面 本來沒有參數嘛 它會加一個continue continuation這個interface進去 然後這個continuous 它是一個generic 它的type 它的type是代你的retain值 retain的type integer 然後它實際回傳或是回傳一個object 它會把你實際上這個function的retain值跟參數 參數會多加一個continuation的interface 然後會把你的retain值改成是一個object 各位可以想一下說 各位可以想一下說 為什麼它要把retain值改成object 好 看來大家不知道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解釋 那如果是lambda的形式的話 那他們會 就是在counter裡面 它的lambda其實就是 它會有定義function1 這個interface到function22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就是你的參數是21個參數 function1的話就是 你沒有參數 但是你有一個回傳值 這會定義成function1 然後在counter裡面 會定到function22 所以如果假設說 你今天有一個lambda 它的參數超過23個 我相信它compile會fail 那我沒有實際去試過 有沒有可能可以試看看 因為我看它的library裡面這樣寫 我相信應該你參數 如果23個的話 它應該compile會fail 好 那如果是你的 如果你今天是你傳的是extension的話 就是lambda receiver的話 它會 它會變成是function2 就是你第一個參數 就是你那個class的reference 第二個參數就是你的reference OK OK嗎 大家都不回答 都不知道不OK啦 OK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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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好 謝謝 謝謝 大家要有反應一下才不會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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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在Cotlin 像如果有看到一些Cotlin conference的話 那Cotlin本身的作者 他常常就講到這個Cotlin概念的時候 他會提到一個continuation passing style 就是這個continuation interface 他會用一樣的一個名詞來表示 然後剛才提到說他的回傳值會改成object 那改成object的原因是因為 你如果是你這方選是suspend狀態的話 他會回傳一個coroutine suspend的一個class 一個object 但是如果你那個方選已經執行完的話 他會回傳最後的value 這也是為什麼他的回傳值 他會把你原來的回傳的int改成object 就是因為他的回傳值有可能是 一個suspend的一個marker 或者是他真正的value OK 好 那我剛剛前面有提到 就是Cotlin 他在1.3之後有改了一些 那如果在1.3之前的話 這個continuation 他本身的那個 宣告的話就會是有一個resume的一個method 再加上resume with obsession 他會有這兩個方選 再加一個context 那context本身其實 他就代表這個coroutine的一些information 那用的話就是你可能在就是 比如說你可能這個coroutine要執行在某些社會上的話 可能就會遇到一些context的一些information 然後呢 那在1.3之後 他們把這個continuation簡化了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你當初 如果你在用coroutine有用到 實際上用到continuation這個interface的話 那你在1.3的話 你就要做一些修改 那他在1.3他把resume這個部分 他把他的參數就是用另外一個resume這個class來表示 就再也沒有分說有一個resume是有exception 然後另外一個是沒有exception的 然後他resume的resume的這個定義呢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說如果沒有error 沒有error的時候他會回傳一個 會回傳一個詞 如果有error的時候他會回傳一個exception 好 OK 這樣大家應該開始有一些感覺了 好 那接下來就講 到底為什麼要定義這個coroutine suspended 那在Cortlin他的standard library裡面實作的話 他會其實把它定義成一個單純的一個 global的一個object 叫做coroutine suspend marker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為什麼要定義一個global object在這邊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有在看一些什麼Cortlin code 或是教你是不是如何程式寫得漂亮的一些書裡面 他都會提到說盡量不要用global object 但是在他的standard library裡面 他卻定義一個global object在他的standard library裡面 大家可以想一下說為什麼要這樣做嗎 有沒有人有一些idea的可以分享給大家 他這個寫法跟我們一般看到的書上 建議的方式就互相違背了 大家可以想一下原因 有沒有人知道原因是什麼 沒有 OK好 那我這邊我先不講答案 那等最後如果我們 我全部講完之後還有時間的話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 那這個為什麼其實是我的自己的判斷 那我也不知道對不對 但是我等一下講給大家聽聽看 覺得有沒有道理 好 那 Compiler定義完說 我的那個suspend的那些point的時候 那他接下來就要做一件事 就是他在你的suspend方式裡面 他插入一個 他的 他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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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會有那個 就是 anominus class 就是沒有名稱的一個class 但是實際上在JVA裡面 他會其實會幫你偷偷帶一個名字 就是 coating的compile 它是運用這樣的技巧 就是說 實際上他插入了 他的這個 anominus class裡面 他其實實際上 如果你有好幾個anominus class 其實在JVA裡面 還是會分成不同class 也就是說如果 你這邊 這個 coating implement 1 這個class裡面 其實就是 給這個 方形去使用的 就是在別人的 就如果你今天有一個 coating implementation 2 他會生一個 coating implementation 出來 然後當你下次再 call到這方形的時候 那他如果 你今天 他的參數是帶這個 coating implementation 放進去的話 他就不需要再重新產生一次 OK 至於為什麼 就是我剛剛前面提到 就是他的那個 suspension point 就是各個state 也就是說如果 我們今天沒執行 到一個state的時候 因為他一開始就產生一個 coating implementation 那這個coating implementation 它裡面有一個label 那當你 下次再哭到這個function的時候 因為他執行完之後 他的label會去做修改 就代表他跳到下一個state去 所以當你下次再call這個function的時候 等於這個function 其實已經執行到另外 就是原來的那個執行 執行的地方的後面 OK 好 那 以我們剛剛前面那個 發twitter的例子 那就是 好請 他其實就是01234 就是看你最後有幾個 那個 有幾個suspend point 我剛剛前面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圖 其實他就第一個 第一個的話其實他的label就是0 所以你第一次進來的時候 你就執行到 好他這邊label0 他執行完之後 他就加1 他就跳出去了 那你在下次再call this function的時候 他就會從1進來嘛 1進來就是從他中間這一段進來 就變下次再回來的時候 變執行create tweet 對對對對對 沒錯沒錯 就是後面 剛剛講到哪 就是 剛剛這邊就是 最後就是一個 switch裡面去判斷 就是你的這個 culting implementation的label 你現在label是state是什麼時候 OK 對 那大家也可以想一下為什麼他要這樣設計 所以大家有人知道嗎 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可以想一下為什麼 他們做call routine的人 就是call routine team的人 他們要用這樣的方式去做 好那 這邊我就先跟大家講答案 因為根據call routine的作者 因為我去年有去 就經常參加conference 他有特別講到說 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其實就是 希望說你的這個call routine的那個implementation 那個object只產生一次 就你不用每次進來的時候都產生一個object 因為這樣會產生過多的那種很小的object 到時候可能你的就是 GC上的performance會受影響 所以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做一些memory上的最佳話 OK 那剛剛就講到那個發twitter的流程 那就其實就會變成會像是這樣子 假設我們今天進來執行 我要發一個twitter 我就會進到第一個state去request token 然後我這個方權我就跳出去了 我就跳出去之後它會傳一個suspect object 然後等下次可能我這個face执行其他東西 最後回來的時候 因為它的那個label改了嘛 所以我下次再call這個post Twitter的時候 它就會從第二個state開始執行 就是它有一個continuation resume 它resume之後它就會開始執行 就從第二個state執行 執行完之後它也就suspect 就回傳一個suspect就跳出去 就等creative的這個結束 然後結束之後它再resume回來 所以它的流程的那個線就不會是直線的 它會變成像這樣子一直這樣繞來繞去 然後呢各位可以注意到 就是它每一條路線 就是同樣顏色的 會是同一個state上去執行 但是你不同顏色的 不代表一定都在同一個state上執行 那就根據你的實際的需求 就它有可能會把你排在就是不同 比如說你可能一開始是 第一個stake可能是在mainstay上執行 那它suspect之後嘛 那你的mainstay去執行其他的 那下次這個requake token結束之後 它可能會根據你實際上 call team的使用它的那個library 用它不同的builder產生出來 或是它不同scope 或不同context的時候 就是它會幫你決定說 你是哪一個state去執行剩下的 當然你也可以指定同一個state啦 這也都做得到 OK 那因為我剛剛提到嘛 就是除了剛剛那個keyword的部分之外 就它還有standard library裡面其實基本上 就三個三大API 那第一個就是create coroutine 然後第二個就是start coroutine 第三個就是suspect coroutine 基本上就是standard library裡面 就是提供這三個而已 那create coroutine基本上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suspend lambda的extension 它的宣告方式 一個suspend lambda的extension OK 好 我看有人想要睡覺了 沒關係 快講完了 然後它其實裡面就是去做這個 create coroutine uncheck的一個動作 好 那start coroutine就很簡單 就是我create一個coroutine之後 我去call resume resume就開始去執行了 那suspend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會有另外implement一個save continuation 就save continuation它其實也是去implement 它剛前面提到那個continuation的interface 然後它裡面有做一些處理 然後執行完之後它在抓 從這裡面拿它的result回來 OK 好 時間快不夠了 我講快一點 然後呢 那剛才體驗講到那個create coroutine unchecked 那其實它很簡單 就是其實判斷你 現在在跑的這個object 是不是coroutine implementation 如果不是的話 它會 它內部會再去把這個implementation 再產生出來 但是要怎麼跑到這一步 其實我目前還沒有找到 有什麼case可以跑到這個結果 因為之前試了很久 那通常的話都會是跑第二個 就是它 你現在這個是一個contin implementation 它會直接傳它的那個facad回來 它的那個facad其實就很簡單 它就在它的那個contin implementation裡面 定義的一個這個變數 就會代表它的這個continuation 好 那 最後呢 那就剛剛有提到那個safe continuation 其實它 它的 基本上它的implement裡面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比較特別是它會去看斷你現在的 它比較是做那個safe的一些處理 就是它這邊有用那個 那個compare and set的一個 就是autonomic的一個操作 那就是比較 應該是java5之後提供了吧 我不太確定了 那就是主要是performance上的考量 然後去檢查一些你的status 然後我就 如果說你現在是resume狀態的時候 然後你就 啊 sorry 它就回傳你現在是 你該回傳的什麼 該回傳suspend object 或是回傳的result OK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demo 但是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時間 我們先大概看一下好了 好 那我這邊有一個demo demo2 那我這邊也是簡單的implement一個coroutine 它其實就是去implement一個continuation的interface 然後就是什麼resume啊 然後resume with exception啊 然後再加一個function 是startcoroutine 然後startcoroutine其實就很簡單 它的參數就是我帶一個coroutine的function進來 然後直接callstartcoroutine 然後帶我這個coroutine的implementation ok 好 跳回來 然後呢 然後呢 那它這個 它就在這個coroutine裡面 它其實就做一個 就指行一個a a是一個suspend function 然後這個asuspend function 還會去call一個suspend function b 那b 的話就是一個infinity loop 然後呢 它會去suspend這個coroutine 然後如果你 我今天這裡面有一個就是你要用multi-say 還是不是multi-say 如果你是multi-say的情形下 它會開一個say 然後去sleep一段時間 然後如果你不是multi-say的話 它會去重新assign這個continuation interface ok 好 那可能沒有什麼太多的時間 可能大家 大家可以先想一下 如果我們今天不是用multi-say的話 我這邊有加幾個log 就什麼point1啊 point2 然後point14啊 point3 大家可以想一下說 他的執行順序應該是怎樣 那我們今天先直接跑給大家看 那你會看到 一開始 第一個 他會進來是point1 就是這樣應該沒問題 然後呢 然後最後 欸 最後我會看到說 point14 跑到這邊來了 然後他就去 一直去執行裡面的步驟 就是point7 point8 一直去執行裡面b 就suspect call routine 就是每次 每次 因為這邊是一個 也是一個回旋 就是我從 有一個range 從4990到5010 然後每次的話 我都會去call一個resume 然後這個resume的話 其實最後都會 跑到b這邊來 因為b 在執行到b這邊要suspect了嘛 所以我下次再call resume的時候 我會從suspect這邊繼續執行 ok 好 好 那我們如果看一下 若是maltese的情形下 會怎麼樣 好 那你們看到欸 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你往上看 欸 你會發現說 若是maltese的情形下的話 我反而 我這個程式執行上 我會先離開這個main function 那為什麼 原因就是因為 當我執行到這個suspect的時候 因為我現在是用 用額外的say去跑 然後 它就會產生一個 另外一個say 去sleep在那邊 所以你的 基本上你的main function 會在它 它 function已經suspect在那邊 但是它 是suspect在另外一個say上面 所以 你的main say可以繼續執行 就是因為 原來call function 它suspect了嘛 所以你main say 對main say來說 它可以繼續往下執行 所以它最後 它就往下執行到最後 它就結束了 然後等它這個 另外一個say sleep完了之後 再繼續執行 然後去resume 然後你會看到說 每次resume就是 從第一個say 第二個say 第三個say 這樣一起resume下去 然後呢 我們這邊 應該會看到一些point11 point11 原本上我們 應該沒有包在這個say 因為這個say裡面 應該只有point9跟point10 你會覺得 奇怪的地方是 其實在這個say裡面 還會跑到point11出來 跑到這一段裡面出來 那原因為什麼 就是因為它compile裡面 它會把你的程式碼重組 所以才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對 大家會不會覺得 有些人好像眼睛好像有點疑惑 欸 怎麼會這樣子 對 那原因就是因為它compile了 其實就會把你實際上的 suspect function去重組 才會有這樣的結果 OK 好 先demo先簡單到這裡 沒時間了 好 那 Sorry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這demo這邊趕快 欸 趕快QR code快拿出來掃一掃 快沒時間了 就有興趣 對 你們suscore可以抓回去研究看看 對啊 我特地把QR code放很大 方便大家可以直接掃描 掃描進去 OK 好 OK了齁 好 那我下一頁 然後呢 那剛剛講那麼多 可能會覺得 看這直上彈兵都講屁話 那實際上真的是 real world裡面 可能真的有一些case在用 那 第一個就是 像那個Naughty Dog 如果你玩PS4 就是什麼 The Last of Us 然後那個Uncharted 裡面 他們 The Last of Us 他們的核心就是Base on Fiber 好 那沒時間 那我再給我一點時間 然後像WeChat WeChat的Backend 它也是 它是C++寫的 但是它是Base on Core Routine 它有Open Source 如果有興趣看一下WeChat的話 可以看一下 然後Facebook的HHVM 他們也是Base on Core Routine的機制 但是不是Coatling的啦 因為那時候可能還沒有 那時候Coatling還不紅 那這些Brand 他們有一個叫Kator的一個Web framework 也是Base on Core Routine 好 那 簡單 那Summary的話 重點就是 其實Core Routine 沒有說Core Routine 一定比Multi3好 所以就是看你的需求 那如果Core Routine本身就是 如果你是Server side的話 那又同時要處理大 就是同時要處理多個Connection的時候 那Core Routine 目前來說看來是一個 比較好的Solution OK 好 那Q&A可能沒有時間了 如果 各位如果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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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 有沒有問題的 剛剛講到我在京都工作 如果有興趣來京都的 可以我們外面LINE的那個 攤位可以來 給個履歷談一下 你先來 你說剛剛那個問題 然後 欸 不錯喔 有認真聽 欸 在哪 在哪 講這個嘛對不對 為什麼要說一個Obo 那因為 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也是Memory的optimization 就是因為 你的Core Routine 你的Suspend function 通常就是你Suspend的時候 你一定要回傳一個Suspend的一個Object 但是這Object 其實沒有 對你的程式來說 沒有任何意義 那也就是說 你如果這邊有一個 Global的一個Object的話 你其實 你永遠都回傳這個的話 其實你就不用重新再relocate 然後這樣對你GC來說 你不用 就產生很多那種小的Class 然後最後 產生小的Object 然後最後 你可能GC 會有一些GC上的一些 Performance的問題 對啊 那我的 我個人感覺是這樣 那就是分享給大家 對 OK 好 那我今天 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